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去偵測飞弹都是军方机构 例如包括科学院或国防部里面 有些部门专门探测这些弹道飞弹的轨迹等等的计数 准备去做拦截等等的情况 但你没估计过 原来现在已经开始有些民间的团体或者商用的机构 随时都能够拿到这些数据 甚至透过他们的方式能够偵測到飞弹的进出 当然科技上仍有待改善 但你听上去都已经很害怕了 原来有些科技是否真的由军用已经可以发展到民用 甚至乎这些科技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所以今天都会和大家聊一聊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的频道 多谢大家 也记得帮忙按like 我们的节目可以再推送得更好 今天我还有陈博在这里 陈博先生你好 Larry你好 大家好 陈博 真的要和我们简介一下 有个这么搞笑的技术 想都没想过 竟然在我们的传统角度 要做弹道导弹的分析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首先 弹道导弹 第一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射 有些很隐蔽的手段 例如可以用潜艇 如果不是的 最简单可能是用一辆导弹发射车 发射井打开就发射了 其实它的时间窗口都不是很短 是以分钟计 第二个就是到它发射 上到天下来 其实那个时间也很短 很多时候如果短程的话 可能短到十多分钟就已经去到了 长程的也说一个钟内也能去到 所以其实那个反应的时间实在太短 去到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说是美国 即是它用天基红额卫星去到第三代 去做这些偵測 那当然会准很多 而也有更多的时间 让它们做到reaction time 但是全球都僅似一家 就是你想找到家也很难的 所以真的看到这个发展 竟然由民间 都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探测到 这个弹道的飞弹 其实又是一件什么事呢? 那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来说的 话说呢 我最近看到一些 关于SpaceX火箭发射的消息的时候 都伴随了一些花边的新闻 但是如果我再从这个新闻找下去 原来就找到今天这个题目 这么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们在预备节目之前 我和Larry聊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题目很棒 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讲 那我由这里讲起 Larry 你自己有用GPS的 是吧? 是啊 有GPS 是啊 对于我们来说 GPS就是帮我们导向 是吧? 但是GPS呢 基本上你不预期 它可以有一种 帮你去找东西的能力 帮你去弄一些东西的能力 那你可不可以从GPS那里这么容易 就告诉你那件事在哪里呢? 除非那件事上面 是有些信号发出来 给你去量度到这个原因而已 那一不是 你就要像那些国家机构那样 军方机构那样 有自己的雷达 用雷达发出信号下去 然后譬如打到导弹那里 由导弹反射回来 令你量度到 就是原理跟你去追踪隐形战机 追踪一些导弹 或者是追踪其他的一些的飞行物呢? 原理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这里讲回正题了 原来呢 GPS系统本身我们知道很灵敏 而且很需要在太空之间的 卫星紧密联系 还有太空和地面的 那些收发站的紧密联系 才能够帮我好好地去定到 坐标和某一件事 究竟它在哪里 那如果呢 在大气层中间出现了些什么干扰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修正的 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发觉 这些事情需要修正呢? 那最近一次 就算你如果看回SpaceX 去射那个Falcon 9的火箭 甚至乎再早之前 我们那时候 就是观众都会很记得 去试那个Super Heavy 那个推进器 那现在讲一下讲一下 几个月了 究竟什么时候第二次试射呢? 那我们都在留意着 那遲下当然会和大家追踪 就是当这些大型的火箭 它向上发射的时候 那它会排出很多的气体 它会穿过我们的大气层 也都穿过我们的大气层 中间的电离层位置 那原来当它穿过电离层 又拋出那么多气体的时候 是对于电离层造成很大的干扰 这个干扰的程度 原来是可以干扰到我们GPS的准成度 那就是说 每次有人射支大火箭上去 那这个GPS系统 我们就会觉得 哇 多得你不少了 你又要搞坏了我盘数 又要我把东西从头对过 造成干扰 令到我那些 那些卫星和地面的收发出了问题 那些时间又不適合了 少数位后面又要修正过了 那反过来 意思就是说 你原来GPS这个系统 本身是灵敏到 是可以受到这些火箭发射去干扰到的 也就是说 反过来 原来你是透过去感受这些干扰 你是可以知道 有没有东西穿过了电离层的 这里Larry 你懂不懂? 这里这里 这里可以 因为其实是弹道导弹和火箭 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是的 其实基本上的原理是一样 不过火箭就不回来 那就是导弹是会回来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唯一这个分别 所以其实它跟技术一样 也有同一个理由 就是你也是要穿越电离层 那就是这件事就变成了 整件事就立刻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应用它了 是的 你一开始就是说 有没有搞错那些火箭 搞到我那些GPS信号干扰了 那就是因为电离层受到干扰 就是反过来 原来就是那个电离层 地球的大气 包括电离层 原来可以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媒介 令到我们可以去量到 因为这个火箭或者导弹發射 而对它造成的干扰 这个干扰是由GPS 最后的准整度那里 是去反映到出来的 就是我们发觉就是 无意中受到干扰 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能够 能够去找一下 有没有东西穿过了我们电离层的机制 那我自己就算找回新闻 我还没找到最早 就算找回去年的新闻 原来已经是很多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 甚至乎是联合了 这个西太平洋很多国家的一个很广泛的讨论 原来就是 只要你掌握到一个的全球定位系统 那个可以是美国的GPS 也可以是日本自己的那套Geonet 或者甚至乎印度都在搞自己的定位系统 你有自己那套的定位系统之后 你就可以有能力去抓住 这个定位系统上面 什么时候受到干不干扰呢 你去知道你附近有没有东西发射 穿过了一个电离层 于是乎就成为一个 用来追踪 有没有导弹 尤其是长程导弹发射的一个游戏 而这个游戏 是不一定掌握在军方或者科学家的手上 而是只要你掌握到那个GPS 本身 小数位后面够多的数据 你已经有能力去做这个分析了 所以在这里 如果你看到新闻 最近就是SpaceX 它的发射影响到GPS 但是再去回到去年的时候 你发觉无论是台湾 日本 加拿大那里 是大家民间 就是一些纯粹做 普通GPS数据研究的人 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就是 如何去抓 有没有东西发射去穿过了电离层 嗯 那就是说现在的情况 就是民间都有方法搜集到一些数据 那就要看它的运算能力 就是去修正 就是我们这样看 因为整件事的难度 就在于第一 你不会太知道它那个 就是飞弹的发射是一个原则的 就是它有一个隐蔽性的 就是它尽量要隐蔽自己的发射地点 所以第一个就是 要在一个这么大的地球里面 去搜集发射的数据是很难的 但是你说穿过了电离层就是一件事 那可能在那里做搜集的数据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 刚才我们也说到 就是你说美国是做了那个天基雄外卫星的做政策 但是很多国家就它 还好呢 就是很多国家都是用到美国的GPS 用到GPS可以来 应该就不会 美国人无缘种上去干扰你的数据 就不像中国以前台海危机 那时候第三次的台海危机 就发射导弹 最后不见了 原因大家都知道 就是用GPS干扰了你的座标 结果也不知道射在那裡 应该就不会搞乱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gaat 那当然另一个难题 都想请教博士 就是 如果它因為要穿越去到電離層 接著它才有這個數據 那會不會它那個運算其實就已經 就是那個時間是搞到它 第一 它能不能夠發展到去認知到那個準確的位置 就是令它可以計算到那個軌道 它做攔截 第二個就是搞不夠時間呢? 因為整件事其實它要求那個硬件 或者甚至乎那套技術會不會民間不是那麼容易掌握得到呢? 是的 這個廣義來說 我想你問的限制在哪裡 當然這套東西本身就是chip-chip的用的 就是你本身有一個定位系統 然後你拿定位系統上面的數據 你就可以分析有沒有東西穿過電離層 但是反過來你就會懷疑就是它能夠定位的能力 好了 我知道有東西穿越電離層 究竟穿越電離層那件事具體的座標在哪裡呢? 我想從這個數據裡面就不是那麼準確 可以拿出來 但是我會覺得應該有能力去做一個很粗疏的收窄範圍 告訴你大約是來自哪裡的 因為我們都大約知道那個干擾是大約在哪裡的時候 才能夠去令到我的訊號造成這樣的影響 那麼這裡給我補充一點點 究竟那個火箭穿越那個電離層的時候 具體的科學上面發生了什麼事? 你火箭發射的時候呢? 它有些火箭燃料要燒的 那火箭燃料一燒出來的時候呢? 是出大量的營養化碳那些東西的 那這些營養化碳呢 本身就是一些不是很大電的東西來的 它是很中性的東西來的 它不像有一些的分子 它本身那個我們叫的極性會強一點 就是說它有一邊會靜電一些 有一邊會負電一些 營養化碳一樣就沒有什麼極性的東西來的 很中性的東西來的 那你突然間將一堆這麼中性的東西 灑到一個電離層那裡 就直接影響了一個電離層上面的那些離子的密度 那這個離子的密度受到影響呢 令到有些信號圈 尤其是那些屬於電波信號圈 要過去的時候呢 很容易就會吸收了 做不到一些反射 做不到一些折射這樣的 所以就由這裡那個電離層 因為那個火箭大量排放這些二氧化碳 就令到它那個電離層性質改變 那個性質改變就令到整個 我們GPS那裡反映出來 那好了 回到限制了 其實整個遊戲呢 就幫我們去收拾一些 去測一下有東西還是沒有東西穿過這個電離層而已 或者又沒有東西靠近了這個電離層 靠到多近呢 就是譬如說你如果離地面是超過200多公里 那你那支火箭或者那支導彈噴出來的東西呢 就會開始對電離層有影響了 那麼這裡也都說了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那個發射物根本都沒有去到那麼高 譬如你說是一些短程中程的導彈 它不會去到那麼高 就不是那麼容易透過那個電離層干擾 由GPS拿回信號下來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長程的 它都要上到它 來地面超過200公里 你就可以去由那個GPS那裡 受到干擾的程度 來去說有東西原來在射過來 所以有一個限制的 就是它對於那個具體 那個發射物那個飛行的準確位置那裡 我想就沒有雷達追蹤做得那麼好 但是它可以幫我收窄到一個範圍 另外就是說它不是對於所有的導彈 所有的火箭都適用的 你一定要是當你那個影響 是施加了到那個電離層身上的事 才能夠去做得到 所以我不會說這個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到 這個軍方那堆這樣的技術 但是至少你就會多一個方法 是一種比較便宜的 是連民間都可以處理的方法 來幫你去互相印證 所以對於一些不是掌握最先進技術的國家 這個是好消息來的 你有提到譬如日本 它們有份去參與就是這個意思 是啊 因為就剛才陳博說到 彈道導彈是真的穿越大層 那就它detect會比較 那麼現在高槍音速武器 或者我們常說的巡邦導彈 就未必能夠進入到這個界別 但是就始終 我想對很多國家來說 最威脅都是彈道導彈 因為它本身攜帶的籌載量大 也都可以上面通常 有限的國家上面就擺核彈 都是透過彈道導彈去做的 基本上世界你見 無論是潛艇去滅國 或者你是轟炸機等等 或者我們講到彈道導彈 都是用這個形式 所以聽上去的威脅 如果可以透過這個情況去做 當然是會最好 甚至你說日本這些國家 它要發展自己一套的導彈防禦系統 它的導彈它不是沒有 但是你要去偵測對方的那個手段 就上次說2017、2018年的時候 其實它都不是最快偵測到那個飛彈 最快反而是台灣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當時那個洛杉磊打等等 所以其實日本我覺得它有它必要去做 還有它們做那個導彈防禦系統 之前那個陸基的神盾計劃就炒了 現在又要做海上 海上神盾是可以的 但是那個耗的人力資源、物力都很大 所以這個聽上去都是省時間、省錢 很多的發展 還有最後都想問一個問題 陳博 其實有沒有機會呢 以前呢 就是我們講的 美國去叫做科學界尋找外太空智慧生命 我忘了是不是叫做SETI 那個計劃叫做 是 是 是 那它沒有透過全世界的人類電腦呢 只要你Idle的時間呢 你就貢獻出你們的CPU 我猜 幫忙做一些運算 運算就是看看可不可以收到外星生命那些東西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去發展這個concept 再放回去就是 如果我們人類的系統電腦 如果你願意參加這些計劃 民間的計劃呢 可以幫助到全世界去搜尋這些空中威脅呢 當然要那個技術一直發展 我想都不需要用到這麼大的資源 你因為那個 你如果說外星信號就是那個數據量大 所以你才要用到全民的力量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呢 玩一個 由那個 那個 那個全球定位系統給出來的訊號來做分析呢 其實現在已經去到 是有人寫一個software 是不需要用到很龐大的運算資源 就已經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呢 剛剛呢 剛剛 Larry 你在這個節目開頭的時候提到 北韓試射導彈呢 哇 這次呢 日本又興奮了 你北韓試射導彈那麼開心 拿來嚇人 哇 我就把握這次機會呢 原來呢 日本那裡就很利用回 北韓試射導彈這個機會來試一下 它這次可不可以用GPS來勾到 可以感應到原來北韓在這裡試射導彈 那似乎他們做到的效果是理想的 而且甚至乎有 應該不僅是日本自己參與的 附近整個西太平洋區也都有學者去參與這個計劃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你說我們講日本和台灣 我想大家知道現在這個地區安全上面 已經連了一線了 大家知道其實日本已經 當了台灣是它島鏈的最後一個位置 所以如果台灣在這方面 會不會都受惠呢? 那我想他們有合作在這裡 更何況這個呢 不是說什麼軍方層級的合作來的 你真的講得比較 好像用cheap的字眼 其實是數據分析的東西來的 就是只要你能夠拿第一手 那個由日本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統的數據 大家一起玩數據 寫個程式出來 那怎麼才能夠勾到真正的 那個導彈發射信號出來 你會發覺很容易就有合作的機會在這裡 所以大家看到科技的發展 其實對防衛等等的東西 都是有相關的事情 也可以將成本減低 也可以將它衛進很多國家 包括我們講到東盟國家 就是菲律賓、越南 和中國比較靠近的國家 可能它最後整件事是會受惠的 哇 都不想記的 是啊 這裡我講多一點點的東西 我們之前是很在意要追蹤 SpaceX 接下來的登月計劃那支火箭 其實因為這支火箭這麼大這麼厲害 它也都將會成為 今次這一套GPS去探測 有沒有火箭或者飛彈發射上太空的這個計劃 是一個很好的演練機會 因為它講到底 這個SpaceX 接下來的那支 那支Super Heavy的推進器 如果再發射上天的話 它應該就會是 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勁的一個推進器 這樣會給出最強勁的訊號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演練機會 哇 以後呢 這個世界就沒有偷渡了 所有的火箭飛彈一穿過 就根本能夠感受到 反而大支的東西是難去規避的 就是那些低軌道 那個的比較短程、中程那些 就反而可以想一下 就容易一些規避 哦 那就高昌速武器了 但是就說彈路導彈 就是以後就不能偷渡別人 就算不是美國detect 可能民間都幫你找到一支彈過來 或者你說靜悄悄發展一些太空計劃 不知道 無緣無故射回一些間諜衛星上天 你都很難很秘密了 是 是 讓大家找到出來 這個題目也有趣的 陳博 如果接下來有新發展 記得也跟我們繼續更新這個計劃 好的 好的 我們就這節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包括例如說可以 加入我們的Patreon 又或者可以透過其他的計劃支援 好 我們就在其他的節目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提供